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新世界唱学王的杨梦依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NR红宝书词汇金奖的第23人练习1的部分 来日是来到日本 我们看一下四个选项 一番,まさか,まさか,不会吧,Jones 就是说,まさか,そんなことは起こらないでしょ 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呢 不会吧,那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了吧 二番,まるで,宛如,好笑 所以,因为它的意思是宛如的意思 所以它经常会和什么字相搭配呢 和笔框柱动词的Yoda 经常放在一起搭配 比如说,这个小女孩脸红红的好可爱啊 好像是苹果一样 彼女は顾がリンゴのようだ まるでリンゴのようだ 彼女の顾がまるで赤いリンゴのようだ 三番,やがて やがれ差不多 大约或者最近的意思 那么,やはり やはり我如果不太常听到的话 经常听到口语表的形式是 やはり やっぱり果然是 所以这里根据句意 选择的应该是三 三番 来到日本差不多快要一年了 二番 何々に従って前に進んでください 这里的 に従って 其实它也是算一个二级语吧 に従って 従う表示顺从、遵从、完全服从的意思 因为它是自动自行事 所以前面是用に 买提示对象的 何々に従って前に進んでください 这个に表示方向 表示方向 に従って 比如说 完全服从 我们以前的学过 比如说 这个药可能会有副作用的 所以你一定要尊医主服用哦 医者の指示に従って 飲んでくださいね 这里呢 是按照什么朝前进呢 词汇 一番 紅印 紅印 是什么符号呢 这个四番 叫做 ベ印 二番 矢印 矢印 那 矢印 矢印 是箭头 是箭的意思 箭的意思 所以矢印 是箭头的这个方向 箭头 品質 我们常常听到 光阴四箭 光阴四箭 或者说 归心四箭 这个 箭 就叫做矢 例如說 婚姻は矢の如し 婚姻は矢の如し 婚姻は就好像 婚姻は矢の如し 女の如だ 三番 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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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形的記號 四番 印鑑 印鑑 印鑑是表示硬件圖章的 印鑑 所以這套題目 應該選擇的是 二番 ですね 二番 按照 箭頭朝前進 請按照 箭頭朝前進 三番 彼女はいつも夫の 這裡考一個街頭詞 這其實非常的容易 只要你學過初級的 安い 就可以知道 第一月星 應該選擇的是 安い月球に 文句を言っている 他經常對於 抱怨個什麼 什麼東西呢 對於 丈夫的便宜的月星 產生抱怨 產生抱怨 這裡的 文句を言う 我們上一個單元也講過 文句を言う 可以表示抱怨 那麼 除此之外 除了這個表現之外 還可以用什麼表現 可以表示抱怨呢 比如說 如果 是不黑的話 後面搭配的動詞 應該是 鳴らす 如果前面是 口氣的話 可以直接搭配 如果是不黑的話 可以搭配 可以搭配 鳴らす 還有呢 可以用一個動字 直接表示抱怨 模約 模約 可以表示抱怨 所以模約也經常會用 是他的名字形式 他對於丈夫的低月星呢 都有抱怨 用吧 他呢 非常 怎麼樣的解決了 那個難題 一番 続々 続々的意思是接連不斷的 這個例子 就是說 注文が続々とくる 注文が続々とくる 注文 注文が続々とくる 就是訂單喔 訂單呢 不斷的來 不斷的來訂單 一番 やすやす 三番是 すやすや 我們這兩個呢 其實是 有點相像的 但是意思呢 是完全不一樣的 やすやす 的意思是 輕而易舉的 輕而易舉的 但是呢 すやすや的意思是 睡的 睡覺睡的時候 一種非常安穩 香甜的樣子 叫做 すやすや 所以 這道題目 我們要選擇的 就是這個 二 やすやすと といた 它呢 非常輕而易舉的 解決了你的難題 那麼三 比如說 赤ちゃんが すやすやと 眠っている 小寶寶呢 它睡得非常地安穩 香甜 跟這個意思 用吧 たまたま たまたま呢 是正好 偶爾 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比如說 這次考得真好 你怎麼會考滿分呢 那麼 對方很謹慎地說 今度はね たまたま運が良かっただけですよ たまたま運が良かっただけよ 是名詞 比如說 我這次呢 不是我實力真的很高強 而是因為 我正好是運氣好而已 たまたま運が良かっただけです 所以照天還是選擇 二 五番 これはなかなか結論の出ない 何々な問題である 一番 大げさ 是非常誇張的 二番 やかい やかい 是很棘手的 很麻煩的 三番 爽やか 爽やか 一番 非常清爽 爽やかな 五月の風 非常清爽的 五月的風 一陣風 下り 爽やか 爽やかな 千年 非常爽朗的 多為青年 ヌモ 率直 率直 正如大家看到的意思 非常帥直的 我們說 率直に言うと 君が悪いよ 我老师跟你说吧 或者说我坦言 其实是你不好 这件事情是你不好 是你的责任 率直な意見 非常坦率的意见 说这个人率直な人 非常率直的一个人 真心情的一个人 随着听问应该选择 今 这是一个 怎么都得不出结论的 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这个我们经常会在 地铁里面啊 电车里面啊 会看到的 在日本呢 每节车厢的前面 会有四个到六个的座位 是给那些老弱病采运 这些人群的 所以这样的座位就叫做 优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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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你可以写成有效 也可以写成 另外的 同一意思 好几个 所以這裡呢我們只要自己個就可以了 因為答案還是1 優先的 優先的 比如說優好也是你的優好 然後這題目應該是1 優先詩 七番 仕事後一杯的咖啡は何々的気分にしてくれる 一番 ゆっくり ゆっくりし慢慢的 比如說 ゆっくり話してください しゅうまいね 二番 ゆっくりしゅ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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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ゅ 非常有营养 所以你多摄取一点 比较是完全适合 比如说这双鞋子呢 正好适合我的尺寸 就像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 所以这里应该选择的是 一种非常放松的心情 工作之后的一杯咖啡呢 可以给我一种极其放松的心情 可以放松我的身心 8番 彼女は今の子供 今子供の教育の問題で 頭がいっぱいだから 他のことを考える心の何がない 1番 限り 限り 限りの指標是限制的意思 限り还是限制的意思 限り是限度 名字形式限度 1番 スモリ是打算 那么初次呢 我们应该学过 比如说 我没有打算跟他结婚 和 我打算不跟他结婚了 区别是有的 比如说 我打算不跟他结婚了 考虑再三打算不跟他结婚了 区别是限制的意思 区别是段落 那么如果是告一段落呢 区别をつける 区别をつける 用吧 好 ゆとり ゆとり是 宽松 宽松 这里呢 是 心のゆとりがない 根本没有 多余的 富裕的东西 ゆとり 寬松 或者说 富裕的这个意思 我们常常说的 ゆとり教育 ゆとり教育 就是宽松教育的意思 宽松教育的意思 比如说 以前 在日本呢 我们中国 也一时实行了 减负教育 但在日本的话 也是的 他们也实行 ゆとり教育 也就是减负教育 所以当时呢 派3.1415 那个派呢 以前因为 ゆとり教育 教育的关系 所以很多 日本的学生呢 就只要背个3就可以了 后面的 小数点之后的数字 就全部不用背了 那我们那个时候 是背到了3.1415 所以这道题目呢 你看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现在呢 因为小孩子 教育的问题 已经非常头痛了 所以完全没有考虑 其他事情的时间 或者 富裕 富裕的时间 去考虑 别的事情 其他 这幅图 这幅图 可以说是二级语法 也可以说是一级语法 里面会出现的 只有前者才能做到的 这幅图 这幅图 这幅作品呢 是只有孩子 才能够想象出来 画出来的一个 非常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 idea 所描绘出来的一个作品呢 一番 yumor yumor 是幽默的意思 二番 unique unique的意思呢 是独特 非常独特的 三番 yot yot呢 是游艇的意思 那第四个 yoropa yoropa 是欧洲的意思 欧洲的意思 所以 应该选择 uniqueな発想で 描かれた 这幅图画作品呢 是一幅 怎么样的图画作品 是只有 孩子 才能够 想得出来 一个具有 非常独特理念的 一幅作品 十番 彼女は 何々で いつも ニコニコしている ニコニコしている 是笑嘻嘻 笑呵呵 笑呵呵的那种样子 那么如果是 ニヤニヤする ニヤニヤしている 是那种 坏笑的感觉 她呢 经常是 如何如何 经常笑嘻嘻的 所以非常的 得人心 对的 空格应该填什么呢 一番 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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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准备的意思 这里呢 容器 容器是非常开朗的意思 开朗的意思 三番 幼稚是要紧的意思 比如说 今日は幼稚があるから 早退させてください 请你 你说早退吧 六番 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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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呢 应该选择的是 二番 二番 他呢 非常的开朗 一直笑呵呵 笑呵呵 十一番 五番 確かに受けたまわりました 首先 后面的受けたまわりました 来自语 受けたまわる 但是二级的单词当中呢 一个汉字上面 调查名 应该说 要最多的一个单词 受けたまわる 表示受理 接受到 您的神望 我们确实 已经知道了 已经接受到了 基本 要紧 要紧 第二 用 三 幼稚 幼稚呢 是要紧 这个要紧 是一和三 比如说 您的大致意思 或者说 重要的一些事项 我已经领会到了 我也会记下来 告诉我们的上司 这个时候的要紧事 重要事项的话 我们应该是用 如果说 星期天我没有空 我有要紧事要去办 这个要紧事 我们是用 用吗 用途 用途的意思 用途的意思 所以这里呢 应该选择的是 一期吧 这是您说的意思呢 我们明白了 我接收到了 12番 把报告书的什么 继续在500字以内 锁定在500字以内 一番 要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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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番 要索 要索 就說這個同學成績非常好 為什麼他每次都考得好呢 因為他學習的時候 要求得到要領 學習方法掌握得好 三番 要求 要求 希望 要求 希望 要求 ならと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 如果你有什麼要求 希望的話 要求 希望 何でも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 什麼都可以 輕輕地說吧 用吧 用地方 用指 招指 所以這裡應該選擇的課 用吧 把報告書的 主要的一个主旨 归纳在540里内 好 那么这部分单子呢 我们先说明到这里 大家先稍微休息一下吧